追踪第一线,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远见杂志主编罗之银 他要跟我们谈谈台湾企业在欧洲大陆投资的新选择 其实相对于德法义等欧洲主要的经济体 陆续传出台湾企业并购案 其实在眼光独具的企业大当中 台湾跟瑞士两地的状况是相似又互补 所以成为值得开发的策略型投资保地 所以我们要请教之银的是 这两个国家在哪方面相似又互补呢 而且又有哪些产业最受台湾企业勤来 主播您好,是,谢谢 其实我们远见杂志这次非常荣幸 在疫情之后率先来到了瑞士 探查这里的产业有什么不同 而且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可以寻找一些新的投资方向 新的投资标的物跟新的项目 那这次的,我们这次去参访历程里 发现其实瑞士跟台湾的相似 在原始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其实是非常相信的 因为瑞士它的土地面积是4万1000平方公里 那台湾是3万6000平方公里 其实两地非常的像 而瑞士它这个国家 它的周边的列强真是环似啊 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列治科之登环绕于它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内入而被列强环似的一个国家 其实跟台湾的情境也有点像 那就传统的经济效益来看的话 它其实它的矿产资源也是非常的不丰富 跟台湾一样 它的山非常的多 跟我们一样 它中间整个部分都是阿尔卑斯山 那我们的是中央山脉 其实我们的两地的矿产也都不好 所以我们原始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好 所以我们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发展的方向都是知识经济 但是在知识经济之下 我们两国又有点不同 是我们最明显的差异是 其实两国的GDP其实是总额是相近的 在瑞士来说的话 它的GDP大约是8000亿美元一年 那台湾大约是7600亿左右 所以我们两地的GDP总额其实是相近的 但是其实它们的人口数 其实有我们的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 就是它们的人均GDP其实是我们三倍 它们的人其实赚得比我们多很多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差异 其实是产业结构还是有点不同的 瑞士的产业结构里面 我们都知道瑞士 你对瑞士的影响会是什么 比如说你去哪里会想到瑞士刀 瑞士药厂或是瑞士表 这几个部分 但是这几个部分跟台湾 却有一个微妙的重合 是台湾虽然我们在瑞士 我们在表这上面不行 但是我们在精密机械上面 两者其实是很相近的 我们长期以来工具机非常的发达 但是工具机也越做越小 越做越精密 其实也是中表 从小的慢慢往大 中间出现了一个重合 那当然也包括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瑞士刀 瑞士刀其实它是工具 它是机械的一种 磨刀磨得很锐利 材料上面的一些演化 其实在台湾也非常的厉害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 其实是生计医疗 瑞士药厂我们在疫情期间 非常的认识它 还有瑞士的罗氏药厂 还有诺华药厂 这些药厂我们都非常的熟 是我们的戳鼻子的筛迹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台湾其实虽然没有制药产业 但是我们在ICT的这个产业的延伸之下 我们在智慧的医疗上面 这些机台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此我们两地之间的产业 其实瑞士人对于我们的产业 其实是很羡慕的 对 因为它其实是说 他们觉得哇塞 你们这些机器都是你们做的 他们一听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ICT的这个能量 都非常的羡慕 而我们的ICT而创造出来 这个非常低廉成本的 这些精密的仪器 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羡慕的 这是两者之间我们两个国家 接下来可以互相互补的产业 好当然善用并购策略 可以帮助企业转型 也是企业发展的加速生长剂 不接连遭受黑天鹅袭击的欧陆经济 有这几年却意外成为 台湾企业向外扩张并购的机会之窗 我们要请教指引的是 目前企业是否因为经济上面的冲击 有大量企业是代价而沽 而且这几年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是增加的 是否也因此在并购市场上面 有更大的优势呢 OK 主播您的这个问题 我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说法 因为代价而沽的说法 好像是欧陆的企业 他们在经营上面出现什么问题 很急切的要卖的那个意思 但其实就欧陆企业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并没有经营的不好 而是说他们其实常常已经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企业体 过去每一个事业体 他们各自会有不同的毛利率 那以前经济好的情况下 就是赚钱的事业体 再赚不赚钱 比较不赚钱的事业体 但是到了这个现在 因为今年这几年开始 总体经济出现了非常多的变数 黑天额比较多 比如说战争 比如说美中之间的这个 博弈之间的重组 以至于其实整体经济变得没有那么多的 不确定性高的时候 这时候这些企业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能可以把它拆分出去 独立出去卖给别人 这个时候它才出现了很多新的这个窗口 所以而且这时候的窗口又有点不一样 是说在疫情过后 我们以前都觉得买 就是对卫视的印象 就是买东西好贵 什么都很贵 那买公司是不是也很贵呢 事实上的话 就是就我们这次的调查来看的话 其实安永有做了一个市值上面的调查 这些公司的市值 其实在过去比起三年前 在疫情之前 其实都只有过去大概五成到七成之间 其实这样子的结构来看的话 就我们想要购买的人来讲 当然是希望可以买得越评价越好 那可以买一个就是毛利率 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企业 大部分都是我们常说毛三到四 就是毛利率只有三到四% 但是对就是你去买一个欧洲的企业 它毛利率有10%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可是对欧洲的企业来说 他们赚习惯了30%的毛利率 他们可以把10%毛利率的企业 这个部门分出去卖掉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易 所以今年看起来有一点特别 是在这个疫后的情况之下 它的总体经济又还没有复苏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机会的窗口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次很不错的一个时间点 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友达 上个月宣布要赤资6亿欧元 大约是新台币204亿元 来收购德国企业BHTC 那文华科技9月宣告说 要以38亿美元并购加拿大半导体公路 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教指引的是 台湾企业积极在欧美展开跨国并购 这优势在哪里呢 是 是 其实主播我们可以延续 刚刚那个题目来说 其实在疫情期间 瑞士人对台湾的印象蛮好的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 瑞士它有几个主要产业 比如说罗氏药厂 诺华药厂 它的生计医疗产业其实是非常蓬勃的 但是它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在疫情的前期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整体防疫的成效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的 在这个情境之下 其实瑞士人对于台湾这个地方 既然这么小的地方 这么有能量 可以把自己的防疫 公共卫生做得这么好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好感度 其实增加了许多的 这点其实确实是在疫情 没有见过的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这一次有访问了 就是住在日内瓦的苏银军大使 他其实主要看的是 WTO这些国际组织的联系 他跟我们说 其实在疫情的这三年 尤其是比如说 每一年在我们的非邦交国 在WTO上面 为我们国家发声的 这个数量越来越多 到以前是可能一个都没有 现在可能有五个 到了2023年 其实只有十一个之多 其实这样子的成果 我们以我们这么艰难的 外交出境来说 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 而这一个国情 就是台湾的国情上面的改变 对瑞士的企业来说 他也相对比较愿意 可以想要卖给你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们很可能卖的是 他们这个大集团里面的 某一个单位 而他们卖的其实也是亲儿子 他们也都是一把 一把尸把尿养大的 他们也不会随便 把它嫁给别人的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在台湾的友善 对台湾企业的友善 跟对我们的整体形象的好感 其实促使了 我们可以开启谈判这件事 这是在疫情期之前 没有过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部分是说 以前其实跟我们 跟台湾的企业同时竞争价格 想要购买的这个队 这个敌人 这个敌手 商业上的敌手 其实也是中国企业 但是中国在总体经济的 这一年 这一两年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去做这个竞价上面的谈判 这个时候台湾的企业 其实并不差 而瑞士企业 对我们的接受度也是高的 这一点这个消涨 其实也是在疫情之后 才发现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这一趟出门 很大的一个收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站 新闻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